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阳光盛南厨房 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道家常菜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道菜了 在我们家乡的话 也是从小吃的一道菜 那这道菜做起来简单 而且好吃也下饭 那这道菜叫炒豆腐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关于炒豆腐 需要些什么配料 好,那桌上面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炒的所有配料 主菜 主菜就是豆腐 切好的切成薄片 那等一下我们要油来把它炸成金黄色 然后再开炒 那佐料有姜丝和蒜末 还有西红柿块 把它切成小块 再就是干辣椒 对,佐料就这么简单 对,好的,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做 好的,现在我们起锅烧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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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那我们现在继续用刚刚的油 把它全部炒一遍 现在要开始炒了 炸完豆腐 好 把这个蒜放下去 炒香 然后再把姜丝放下去 炒香 再把甘辣椒也放下去 甘辣椒只是一种提香提味 然后辣稍微有一点 但是不是很辣 这是一个提味 对喜欢吃辣的人来说 还是要放点辣 辣椒 吃了才有味道 我们再把西红柿块 西红柿块也放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装好的豆腐放下去 好 翻炒一下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颜色非常好看 开小火调味 适量的盐 味精 蚝油 加一点点酱油 好 继继续 把它翻炒入味 颜色非常漂亮 先尝一下味道 盐够有没有 盐够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吃锅了 再放点酱油 好 基本上就这样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炒完了 接下来到了试吃的时间 那我现在来替大家吃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有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那种味道 好 那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就是这么一小盘 好 这豆腐的颜色真漂亮 金黄金黄的 加上那个西红柿在里面 之后颜色会更鲜艳 好 先来尝一块 果然有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 我姐姐啊 我妈妈啊 都是这样炒的给我吃 基本上在我们家乡 每一家都会做这样的一道菜 对 蛮好吃的 也很下饭 对 纯粹是一个下饭的菜 做起来简单 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嗯 嗯 没错 非常棒 味道非常好 好 喜欢吃炒豆腐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一下这道菜 真的非常好吃 也非常下饭 也香 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记得啊 一定要按赞订阅 然后加分享 我会坚持每天 分享一道美食给大家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拜拜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我们下期再见